你们两个别乱咬人 也就是前辈宽宏大量 他要是动了杀心 我可拦不住啊 嘿嘿 别拐拐弯弯求情了 我还不至于对这两只小家伙动手呢 电视剧《雪中汗刀行》正在火热播出 徐凤年终于决定接管北梁打军 父亲徐小把地宫中的秘密 告诉给了徐凤年 地宫里面全是当初跟随自己打仗的士兵 看到这些死去士兵的灵位 徐凤年下定决心接管北梁 而想成功接管 必须要出门历练 徐霄放出了剑神李纯刚 一方面保护自己的好儿子 另一方面就是想让徐凤年学到一些剑术 徐凤年在闯荡的途中 收获了两只奇珍异首 徐凤年一路上 不仅可以见大姐二姐 可能去龙虎山看望弟弟黄马尔 黄马尔被带去龙虎山之后 那里很多人都不喜欢他还欺负他 但是黄马尔根本不理会他们的欺负 直到有个小道士欺负黄马尔 道士骂自己就算了 竟然还骂起了徐凤年 道士还踩烂黄马尔的山章 后来还打伤了黄马尔 这下龙虎山的人真是闯祸了 当初他们可是答应好好照顾黄马尔的 徐凤年看到黄马尔受欺负 想要单挑数百人扬言踏平龙虎山 这一幕真是炸裂 徐凤年带着李重刚 想要替黄马尔报仇 幸亏龙虎山的掌门天师贵妇认错 这件事才平息了下来 徐凤年经历种种磨难 最后接管北梁大军和北猛军生死决战 而江湖的各类门派都开始效忠徐凤年 他成为万人敬仰的北梁王